欢迎来到我的平台游戏控制器教程 视频时长的关系 本期我们将分成两个小节来完成 在第一小节中 我们将计较在玩家移动功能的实现上 第二小节 我们将实现玩家的加速和减速 以及虚拟相机跟随玩家移动的功能 在本项目中 玩家的移动 我们使用的是Unity的物理引擎 也就是通过钢体来模拟物理运动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 先取得玩家对象上挂载的钢体组件 这里我们将把玩家移动相关的功能 都写在玩家控制器脚本当中 我们打开玩家控制器脚本 声明一个私有的钢体类应用变量 在Awake函数中 调用GetComponent函数来取得它的实力 为了更方便调整钢体的速度 我们先来写几个好用的功用函数 首先是SetVelocity函数 它接收一个三文向量参数 这个函数实现的是对钢体速度的直接修改 然后是设定钢体的X轴 也就是水平方向速度的功能 函数名我们叫SetVelocityX 它接收一个普遍型参数 这个函数的功能 则是将钢体X轴的速度设为参数的值 当我们需要左右移动玩家的时候 将会用到这个函数 然后是设定钢体的Y轴 也就是上下方向的速度 我们叫它SetVelocityY 它同样接收一个普遍型参数 这个函数的功能 则是将钢体Y轴的速度设为参数的值 在玩家需要进行跳跃 或者落下等上下方向的位移时 我们则会用到这一个函数 OK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在状态机中 取得玩家控制器这个类的营用 就可以调用这些函数 来实现玩家来移动了 和玩家输入一样 我们在玩家状态类中 声明一个玩家控制器的营用变量 变量的名字 我们就简单的叫Player 然后同样在初始化函数中为它复制 最后在状态机类中 取得玩家控制器脚本 OK 接下来我们让玩家跑起来吧 我们打开玩家跑步状态 物理相关的逻辑 我们当然是写在物理更新函数中 因此我们重写物理更新函数 跑步是左右方向的移动 我们调用玩家控制器的 Set Velocity X函数就可以了 这里需要传入跑步时 移动速度的值 我们在脚本前面声明这个不定型变量 名字我们就叫Run Speed 无论值我给的是5 然后我们将这个变量传入到函数中 这样移动的功能我们就实现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由于我们的状态类似Scribable Object 因此我们还可以将这个变量序列化 保存脚本回到编辑器 选中玩家跑步状态类的可程序化文件 可以看到我们的变量 铺路到编辑器里了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在这里 修改这个跑步速度的值 我们一行游戏试试看 现在当我们按下移动键时 可以看到Unity长朝右边跑起来了 不过现在我们有两个问题 我们只能往右跑 而不能往左跑 并且我们无法控制Unity长的朝向 现在它只能一直面向着右边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这两个功能 回到玩家控制器脚本 我们再写一个公有函数 来实现这些功能 函数名我们就叫Move 移动 这个函数实现的是 根据玩家的X轴方向的输入 来移动玩家 以及改变玩家朝向的功能 它接受一个不电行参数 用来传递移动的速度 要实现X轴方向的移动 我们自然调用的是 Set Velocity X函数 移动速度 我们只需要传入这个函数的参数 但这里我们还要考虑到 玩家输入的问题 如果玩家按下右方向键 也就是我们希望Unity长往右边移动 那么缸体X轴的速度 就是参数传入的速度 如果玩家按下左方向键 缸体X轴的速度 这应该是移动速度参数的值 再乘以波1 这样才能让它向左边移动 如果玩家什么都不按 那么缸体X轴的速度就是0 我们让参数的速度 乘以0就是呢 这几个乘数 刚好就是我们的玩家收入的 X轴方向的值 因此我们只需要让移动速度参数 再乘以玩家收入的X轴方向的值就行了 回到跑步状态脚本 我们将setVelacityX函数换成move函数 保存脚本后回到编辑机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的Unity长可以左右移动了 接下来是玩家朝向的问题 由于我们的Unity长是3D模型 要改变模型的朝向 我们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修改Rotation Y 也就是Y轴的写算词 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值为135度 如果我们将它设为负的135度 那么Unity长就会朝向左边了 另一种方法则是镜向翻转 这个方法我们修改的是 ScaleX X轴的缩放值 将它改为负1 可以看到 Unity长也会面朝左边 那么 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事实上 它们是有很大区别的 当我们通过镜向翻转 来改变角色的朝向时 可以看到 这时候 Unity长的左手变成了右手 右手则变成了左手 不管是朝左 还是朝右 它插腰的那只手 都会在镜头的前面 伸直的那只手 都在后面 而 如果修改的是旋转值 那么Unity长的左手 依然还是左手 右手 也依然是右手 当朝向左边时 会发现它插腰的手 在后面 而伸直的手 在前面 你可能会问 不是应该维持 左手是左手 右手是右手 才对吗 这样才复合现实啊 但事实上 我们大脑的逻辑 和视觉感受 是有点冲突的 在2D画面上 相对于模型旋转 我们会更适应镜像翻转 这会让玩家觉得更舒服 而不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类似这样的做法 最明显的就是格斗游戏 比如Straight Fighter V 街头霸王5 不管玩家是1P 还是2P 角色是朝左 还是朝右的 你会发现 它们的动作 就像照镜子那样 是一致的 这就是因为 它们是镜像翻转的 而不是将模型 旋转过去 OK 有点说多呢 接下来 我们就通过镜像翻转的方法 来改变角色的朝向 还是在MOVE函数中 只有当玩家移动时 我们再修改玩家的朝向 我们对Transform逐渐的缩棒值 重新复值 X轴的值 就是玩家输入的 X轴方向的值 其他轴的值 则维持为1不变 保存脚本回到编辑器 我们再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 现在用力的讲 可以改变朝向了 不过现在 我们还有个问题 一旦我们松开移动按键 Unity讲 就像这样滑行一段时间 才停止移动 这是因为 当我们停止对钢体撕立之后 这个钢体的速度 依然会维持一小段时间 然后在摩擦力的作用下 钢体的速度 才会慢慢减少 我们应该在 切换回空闲状态时 让钢体的速度归零 才能让Unity讲停止移动 所以 接下来就是我们本期的小挑战了 请大家试着写出 从跑步到停下 也就是从跑步状态 切换回空闲状态时 让玩家停止移动的功能 OK 那么大家暂停一下影片 试着完成这个小挑战吧 欢迎回来 你实现这个功能了吗 并不难对吧 我们打开玩家空闲状态 当切换到空闲状态时 也就是在空闲状态的Enter海数中 我们调用玩家控制器的 SetValacityX函数 参数我们传入0就可以了 你也是这么写的吗 我们保存脚本来测试一下吧 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停止按键的时候 Unity讲马上停止移动了 OK 这样玩家的位移 变更朝向 以及停止移动的功能 我们都完成了 本小节的内容就是这些呢 在下一个小节中 我们将更进一步 实现玩家加速和减速的功能 以此来获得更好的手感 并且我们将实现 镜头跟随玩家移动的功能 还请大家继续支持 感谢您观看本影片 我是阿妍 我们下次见